迎接农历春节 不少企业或民众都会准备送礼 联系情谊也为双方讨个好兆头 看准春节送礼商机雾峰区农会 不但在购物中心酒庄 推出香米酒类等礼盒特卖 在普利共好商城也推出 2024福隆赫岁新春年货网购节 不但有各种春节应景礼盒 还有知名主厨的年菜 结合抽奖活动要吸引民众青睐 凌凉麻木的商品 不管是饼干还是饮品 春节送礼不再是烦恼 乌峰区农会看准年节礼盒的商机 在普利共好商城也推出 福隆赫岁新春年货网购节 实体卖场也同样是又会满满 农会四楼的台湾物产馆里面 其实非常多的台湾农仪会的产品 在这边可以实体大家来试吃 来选购 我们特别因应了春节的档期 其实做了一些大家连结送礼的 这些礼品 那我想会有别于过去大家在卖场上 看到的这些产品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各大企业以及民众都会准备送礼 感谢一年的照顾 有别于市场上的年节礼盒 乌峰区农会网罗的各大农会好物 推出年节的礼盒组 让民众有多元的选择 我们自己农会其实有很多礼盒的组合 礼品的组合 像我们的酒蜂蜜 然后这个米香米 那我们有很多组合的变化 在农会本部的台湾物产馆当中 有非常多的农与会产品可以实体试吃选购 不管是在网络商城还是实体店铺 农会也祭出优惠以及抽奖活动 只要购买商城专去任一项商品就能够参加 从今日起到1月31号 民众可得要把握机会强好康 记得装饰挺成专 台中长报道